南恩公墓在今天早上发生一起轿车翻落边坡的意外 警消赶到现场救人时打开车门之后 车内竟然没有人 由于公墓区相当的大 一度找不到人 让人毛骨悚然 警方事后联络到车主才查出了 原来是昨天晚上来公墓爬山 因为视线不佳 开车冲入了边坡 车主没有受伤 自行爬出 大批的警消人员抵达意外现场 白色轿车就翻覆在边坡里 担心有人受困 打开车门后才发现车内空无一人 旁边又视公墓 气氛相当诡异 上午8点半 消防局接获报案 指出南恩公墓通往金宝塔的产业道路上 有一辆轿车翻落边坡 车内却没有人 一度让警方怀疑是酒后驾驶 误闯公墓区 警方根据车牌联络车主 但车主却支支吾吾不愿多谈 这边第一根嘛你看 你看导的方向 它应该从那边过 支支的冲过去 实际上就没看完 完全没感觉 因为我到这里 我突然说没有看到 因为我来这里做 突然说都会稍微煮一下 旁边也没看完 正当警消人员全部离去时 车主又突然跑到现场查看 向警方公称 昨天晚上去公墓爬山 因为视线不佳 才会不小心翻落边坡 车上四人全都没有大碍 最后自行爬出 只是爬山选择到公墓区 也让远景听了毛骨悚然 记者黄少民采访报道